汪女士对生活品质有追求 也是一位爱表懂表的人 为了自己心仪的手表 不惜花费百万来购置 可单单遇上了问题 花了150多万订购的百达斐力手表 等了两个多月 却等来了让她吃惊的消息 我现在认为她一天一个理由 不给我表也不给我退钱 就是在一种诈骗 今年8月 汪女士通过朋友介绍 加了一个奢侈品店的微信 几个月后 在对方的朋友圈里 看到一条销售百达斐力5740手表的信息 于是汪女士通过微信 与对方取得沟通 市场价应该在160左右吧 然后我就私信她 问她这块表的相关情况 然后她给我表示的是 他们确实有这块表 转款转了大概三四天吧 就是10月12号之前 我就把全款都打到了 她指定的三个账号上 三笔款大概是分四到五笔打到 几十万几十万这样打过去的 总合计是157万5000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汪女士最终以157万5000元的价格 与店家达成了交易 随后对方提供给了汪女士 几个指定的私人银行账号 从微信记录来看 对方确实收到了汪女士的转账 按理说 这么贵重的物品一般都是当面交易 为何汪女士在没有见到食物 就按照对方指定的私人账户付全款呢 我现在这边说一定要全款 等一个月 也就是说11月12号 之前会把手表给我 到了11月12号 汪女士一直没有收到货 一百多万可不是小数 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等到了11月30号 我实在等不了 我觉得我可能是被骗了 我就跟她协商 如果没有表的话就给我退款 就在11月底 店家突然在微信上告诉汪女士 与她交易的人并不是店长马先生 而是奢侈品店的店员 整个交易过程 奢侈品店方面并不知情 这下汪女士彻底眨眼了 不过对方承诺三天内 可以退还汪女士全部的款项 然而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 截至目前 该店只退还给了汪女士27万5000元 截止到现在为止 还有130万没有退给我 剩下的钱 突然之间公司就说 他们不处理了 不退了 和这个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 有一个外地的大哥 和我的遭遇是完全一样的 他的金额会更多一点 将近280万 也是把钱打到相同的 我们两个微信相同的账户上 给他也是万般推辞 不给表也不退钱 记者在汪女士与奢侈品店的 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 微信里对方坚称 整个交易过程只是个人行为 跟该店家没有任何关系 而转账账户也不是公司账户 表和钱都不在对方手里 那么眼下 汪女士的130万元究竟去了哪里 还能要回来吗 我非常不认可 因为我找的是这个品牌去购买手表 并且你微信的实名认证人 是创始人兼法人 马赛名字 记者从工商登记信息中看到 该奢侈品店的法人为马先生 而该微信实名认证的所有人 也是马先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店家可以以微信被盗用这一说 来拒绝给汪女士退款吗 随后记者和汪女士一同 来到了这家奢侈品店 正好遇到了法人马先生 好巧啊 这个就是马老板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事是什么事 我们不接受钱 不要谈马老板 我们不接受钱 以前没有数到实处 我们不接受钱 我们不要回答你的问题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 对吧 对吧 我说了 你们结束你们报警 该报警报警 该怎么处理处理 现在老板不出面 就是任何也不会给任何交代 有什么问题 就说报警 我交易的对象 是老板 法人的名字马帅 马帅刚刚在这里 也不接受任何的回答 只是我现在找这个店买东西 要不然给我钱 要不然给我表 就是这么简单 就在采访结束的第二天 奢侈品店的老板 让另一位店员 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店里的这个员工啊 就是说私自做了一个销售 买家这边呢 就是说 长时间没拿到表之后 觉得是有问题 然后找到我们公司 问为什么表还没有收到 然后呢 这个时候才发现 这个员工做了一个 这个私单 员工在这个时候 也发现他自己 这个事他自己扛不住了 然后呢 就是如实跟公司说了 他做了一个私单 然后呢 现在是我们公司呢 现在是全力以赴的 帮他在这个地方 追这个钱 然后尽可能就是把这个损失 降到最低 联系汪女士的微信账号 实际的控制人到底是谁 钱什么时候能够追回来 奢侈品店的工作人员 也给出了解释 是我们老板最早创业开始的时候 用的一个微信号 因为就是公司现在慢慢壮大嘛 就是说老板一个人做不过来了 就把这个号给了员工 让他来做 微信实名认证的话 是我们老板的 但是呢 其实就是说 他们之间往来账 都是发给这个实际操作员工的 因为他同时做了两单 同时做了两单 现在我们员工 我们公司已经派专人 还有这个当事人 一起跟着 去了这个卖家 这个所在地 也找到他这个地址 还有本人 我们去已经开始追讨了 然后这个后续的话 我们肯定是 尽最大可能的 把这个钱追回来 然后给买家 这一点我们肯定是 该负责任 该负的责任 我们肯定是负的 我们也不是说 绝对推卸给员工 就是他做的这个单 汪女士告诉记者 和他有同样经历的 一位湖南的陈先生 也是在微信上联系的 这家奢侈品店 同样的方式 被骗了273.43万元 目前三方均已选择报警 记者随后也咨询了专业律师 遇到类似情况 作为消费者 应该如何处理呢 买方按照卖方指定的账户 支付完了 全部的货款 现在卖方不能交货 已经构成了违约 我没建议啊 买方可以起诉到法院 要求解除合同 并且要求 卖方返还所有的货款 并赔偿 买方的利息损失 截止到进步出前呢 该奢侈品店已经陆续的退还给了汪女士61.7万元 还差96.8万元 没有退 还有那位湖南的陈先生呢 只收到了50万元的退款 150多万 270多万 这个数字 别说是一块手表了 就算是买套小房 这钱也是足够了 那么这些钱最终能否如数退还 相信警方也会帮助汪女士他们追讨损失 而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汲取经验教训 毕竟啊 动辄几百万的花费 花的还是稳妥些好啊